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是德国理财大师博多舍·费尔,他也是经典畅销书《小狗浅浅》的作者。 他16岁独自闯荡美国,26岁时不幸陷入了财务危机, 4年后,他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创办了数家公司,通过投资成为欧洲知名的亿万富翁。 此后,作者开始向大众传播自己的致富秘诀和理财知识。 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方法获得财务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本书中,作者将为你介绍梦想、目标、价值观和策略这四大致富之著, 指导你转变理财观念,运用有效的投资理财策略,在保证财务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财务自由。 读完本书,你将学到怎样合理利用负债、科学储蓄并利用储蓄致富。 股市投资的十条黄金法则,选择基金的技巧及投资基金的十条建议。 来看第一部分,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 什么叫做财务自由? 所谓财务自由,就是指你不需要仅仅为了应付生活支出而为钱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一台赚钱机器,而是拥有一台为你赚钱的机器。 当这台机器为你赢得的利息收入等于或者是远远大于你的日常支出的时候, 我们就达到了财务自由。 每个人实现财务自由需要的金钱都不相同,因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要求不同,计算的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不管我们需要多少钱,唯一相同的就是实现财务自由并不容易。 但是作者指出,只要思路正确,方法得当,我们就可以做到。 我们与那些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富人相比,差距到底在哪里? 作者指出,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待财富的信念和原则上。 首先是对于财富的定义不同。 穷人对财富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富人对财富的定义非常明确, 就是说,你觉得财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能用一个明确的数字来定义它吗? 想必很多人还记得王健林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挣它一个亿。 现在,大家可以想一下,你的小目标是多少? 你希望在多少年内挣到多少钱? 对此你有清晰的想法吗? 作者提到,要清晰地定义财富,需要三个条件。 一,必须知道明确的数字。 二,一定要用笔把它写下来, 因为,只在脑海中想和用笔写到纸上,感觉完全不一样。 三,要把它转化为相应的画面。 比方说,你对财富的定义是,在七年内,挣它五百万。 那就把它写下来,并转化为一个画面。 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所体现出来的, 不是一个词语或者数字,而是一个具体的画面。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七年后的自己,有豪宅,有房产,手头有存款,都可以想象,越具体越好。 这些场景就相当于一幅地图,可以引导你走向目的地。 所以,思考一下,你对财富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其次是对待财富和财富目标的态度不同。 在潜意识中,穷人从来没觉得一定要有钱,财富目标也总是摇摆不定。 本来想着,要在五年内挣两百万,想着挣钱的各种方法,第二天睡醒以后,或者是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可能就把原来的想法抛到了脑袋后面,很快就放弃了。 富人则认为,我必须要有钱,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我无法再忍受穷困潦倒的日子,更不希望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一旦设立了财富目标,就不再更改。 那如何设立目标呢? 作者认为,要制定大目标,大目标比小目标更容易实现。 因为,如果设定的是一个小目标,一旦遇到了问题,我们的视线就很容易被问题挡住,一眼望去,全都是问题。 至于目标,已经被挡住了,完全看不见了,这时你就会产生怀疑和恐惧,为了逃避这种感觉,就会下意识地再寻找一个新的目标。 等再出现了问题,就再设一个新目标,最后,就会离原来的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要设定一个财富大目标,出现问题时,看向目标的视线就不会被挡住,就会更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 然后是赚钱的动力不同。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还表现为赚钱的动力不足。 穷人借口多,只关注自己的劣势,而且不打算付出110%的努力。 穷人总是更加关注于为什么,而不是怎么做。 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两个问题。 一,如果你使出全身的洪荒之力,你觉得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你能挣多少钱? 你是怎么算出来这个数字的? 二,你有没有想过用这样一种算法来计算,选出你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那个月的月收入? 乘以12,达到这个收入后,再让每个月的收入提高10%。 不要感觉很高,这个目标并非完全不可能达到,想不想挑战一下自我。 只要你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一直付出110%的努力,结果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 还有就是金钱观不同。 如果我们对金钱的看法非常消极,在内心深处认定有钱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就很难变得有钱。 作者举了个例子,他有个熟人托马斯,他对财富的真实想法非常消极。 托马斯认为金钱会使人变坏,变得堕落。 他的潜意识帮助他保持品格,所以他经常大把花钱,有点钱就赶紧花掉,也从来不存钱。 这样,怎么可能会变得有钱呢?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而在于这些观点是在帮助还是在阻止你实现财富目标。 作者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30分钟之内改变固有的金钱观。 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对金钱的认识,对金钱的看法都来自于哪里? 向你灌输这个想法的人富裕吗?如果让你和他交换人生,你愿意吗? 假设我们的想法是一张桌子,桌面就是你对金钱的看法,支撑桌子的四条腿,就是一些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经验。 例如,现在有这么一张桌子,桌面上写着你过去对金钱的认识,认为金钱会败坏人性,而且你找出了四个甚至更多的案例充当桌子腿,来支撑你的这一想法。 然后,我们把旧有的观念擦掉,桌面上写上新观念,用金钱能够做一些好事,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同样可以找出很多支持这一观念的例子充当桌子腿。 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设立了慈善基金会,遭遇地震时,很多明星、企业、个人捐款捐物,帮助灾区人民等等。 因此,要想缩小与富人的差距,迅速开启财务自由的人生,就要对财富进行明确的定义,确立一个长远的财富目标,找出自身的优势,使出110%的努力,朝着财富目标努力。 要搞清楚自己对金钱的真实想法,抛弃消极的金钱观,用全新的、积极的金钱观取而代之。 再来看第二部分,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作者指出,要想在七年内实现财务自由,需要三部计划和四个策略。 第一步,财务保障。 所谓财务保障,指的是能保证你6至12个月内基本生活的储备金。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失业了或是遇到了种种难以预料的麻烦,导致你目前无法工作,这笔钱能够支撑你度过这段时间或是顺利找到下一份工作。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的最少支出是3000块,我们想在6个月后工作,那至少要有3000乘以6,也就是18000元的储备金。 这笔钱是用于应对不时之需,也就是突发情况的,所以一定不能随意动用,也不能用于任何有风险的投资。 我们可以将一部分存入银行,另一部分存在余额保等能快速提现的理财方式中。 第二步,财务安全。 财务安全指的是,你需要积累足够的资金,以保证你可以靠利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比如说,年利率为8%,假设你每个月至少需要支出3000块,用3000除以8%,再乘以12,也就是45万,这45万就是你达到财务安全所需要的资金总额。 为了保证资产安全,对于这部分资金的投资依然要以稳健为主。 第三步,财务自由。 要达到财务自由,我们可能会觉得每月3000完全不够花。 我们可以详细列出要达到你梦想的生活所需要的金钱数额,在平均到每个月中,然后计算出你要达到财务自由所需要的资金总额。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无论出于任何原因,都绝对不要动用你的本金, 也就是能给你下蛋的金基。 再来说说实现财务自由的四大策略。 一,按一定比例储蓄金钱。 作者指出,使人便富有的,不是收入而是储蓄。 如果是月光族或者是卡奴,每个月的收入都用于吃喝玩乐,旅游享受,周而复始。 即使挣到足够多的钱,也无法实现财务自由。 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水涨船高,生活水平就会提高,支出也会增加。 久而久之,自己依旧是一台赚钱机器,而无法拥有一台赚钱机器。 作者是一个标准的享乐主义者,借助于信用卡过上了所谓的上等人的生活,成了卡奴,直到负债累累。 后来,他遇到了一位成功人士的指点,要求他存下自己收入的50%,当时作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我完全做不到,这些钱根本都不够我花,怎么还能攒得下钱呢? 作者为了完全摆脱过去负债累累的生活,开始存钱,一有收入就把其中的50%存起来,每天只能花5马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连续8个月的时间开着一辆没有把手的汽车。 因为买一个新的门把手需要180马克,那样就超出了他每天只能花5马克的预算。 不过,8个月后,他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积攒了第一笔现金储备,开始了投资之路。 储蓄就是最基本,也最简单的理财方式。 就连全球投资之父,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约翰·邓普顿,也非常重视储蓄。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和妻子共同决定,把每个月收入的50%存下来。 即使是在挣得特别少的月份也坚持做到这一点。 巴菲特透露,变得富有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储蓄,投资,继续投资。 二,投资。只靠存钱是无法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变得富有的,而且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财务自由,能够更自由、灵活地运用金钱。 要进行投资,我们就要区分什么是投资,什么是债务,如果金钱流向你,那就是投资,反之,如果金钱没有了,那就是债务。 比如高利贷,拖欠信用卡。比如汽车,一处有贷款的,用于自住的房子或公寓,这些都是债务。 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认为汽车是资产,而房子是最好的投资。 作者指出,从买入汽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贬值了,而且,它需要停车费,汽油费,洗车费,保养费等等。 也就是说,钱从你身边流走了,所以,汽车属于负债,至于自住房。 它对于银行来说,属于投资,因为每个月都在给银行赚取利息,对于房主而言,则是负债,因为你需要每个月支付利息给银行,只要贷款没还清,房子就是属于银行的。 关键在于买房的时机,作者认为,如果能用投资所得购买房产就最好不过了。 而且,在合适的时机,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投资不动产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在准备投资时,一定要把投资和负债区分开,金钱到底是在流向你,还是在逐渐远离你。 三,增加收入。 作者的建议是,找出自己的天赋和热情所在,然后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三年后,成为你所在领域的专家,并朝着这一目标努力。 关于如何更快地成为专家,告诉你一个我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佳技巧。 给自己写一个整版广告,将自己宣传为一名专家,介绍你的优质服务或者你的产品。 这样做有几个优点。 一,这促使你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每一个长处。 二,你可以更加明确地专注于重要事物。 三,在写草案时,你也许就能确定你不喜欢这一领域,那么你就可以及早改变想法,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四,实现专家目标的每一步都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你也可以更为精确地定位你的目标群体。 五,你会知道如何最大化地满足客户需求,不停地问自己对客户最有用处的是什么。 六,整个过程会极大的加快进程。 你可以马上就开始。 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自己的优势所在。 同时也能意识到如何最大化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写广告的过程中。 你或许就能确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一领域,如果真的确实不喜欢,就可以尽早转行,选择别的领域。 与此同时,也可以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逐步将你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收入丰厚的工作上,逐渐减少收入又低又耗时的工作上。 四,从每次增加的那部分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钱进行储蓄。 把增加的那部分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存起来,如果你的欲望不高,依旧保持原有的支出水平,除了拿出一些钱作为对自己的奖励,那你就可以把增加的所有收入都存起来,就当你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笔钱,然后拿这笔钱再进行投资。 在具备了相应的投资知识之后,投资得越早越好,因为复利的魔力大到惊人,而影响复利的两大因素就是时间和利润率。 比如说,假设年利率为12%,如果你从30岁开始每月存200块并投资,那等你65岁时,也就是35年后,你就会拥有一百万。 如果你从55岁才开始存款、投资,要想在65岁时,也就是10年后拥有一百万的话,那每个月至少要存5000块才行。 要实现财务自由,最好遵循一半一半的投资原则,也就是一半用于中风险投资,一半用于高风险投资。 多学习,多实践,或者拜成功者为师,进行投资。 我们所饲养的经济越多,它们下的金蛋就越多。 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用于投资的资金总额越大,我们越能尽快地实现财务自由。 最后,请不要认为只要阅读完这本书,就会使我们变得富有。 事实上,仅仅闭门读书不会让任何人变得富有,更多地运用这本书,使这本书的知识成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才能变得富有,那时,我们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 好了,这本财务自由之路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